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眉門的 功夫主廚到你家 我們繼續邀請到我們溫林師姐 來為我們做這集的示範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菜色呢 雪裡紅 炒豆包 炒豆包 我記得雪菜營養也很高 是我們的食材 飛機改的豆包 還有雪裡紅 還有辣椒 為了自己的食用安全 所以我們就去用過濾水 去沖洗我們的雪裡紅 它這個葉子 它能夠在張開的過程當中 把它洗乾淨 但是不要泡 泡的話 它就已經失去了 它醃製的一個香氣 還有裡面的營養成分 接下來就是先處理頭尾 它的頭呢就是纖維質比較多的 我們就把它處理掉 接下來就是什麼 金跟葉 先把葉子先敞開來 劃幾刀就可以了 所以還是要注意色香味壞 能夠切成一口的大小 都要切成一口的大小 是接下來這就是豆包 一般我們的豆包呢 它也是我們在市場裡面買進來的 所以我們就用什麼 過濾水稍微洗一下 洗完之後呢 然後把它敞開來 切也是一樣 把它適當的大小 切成正方形 接下來這個食材 我們常常都會覺得說 這個地頭 它也是什麼不必要的東西 不是 我們的東西呢 能夠流 它有它的功效 所以你的意思是 待會地頭給它炒進去就對了 是的 因為在清潔的過程當中 我剛剛已經處理完了 用流動的水去沖洗它 它就是OK乾淨的 香辛料 在於我們這個廚房裡面呢 它是一個辣的食材 它就是比較火氣 那也是代表的能量 所以我們這適度的 把地頭下去的話 它會融合 它就會比較 比較溫和一點 這也是秘訣 大家記起來 這是辣椒 這個也是我剛剛 事先處理的 就是我們今天的食材 雪里虹 大概也是三四人份的分量 然後還有辣椒 接下來的手續就是 汆燙我們的雪里虹 準備一個滾水 滾水的時候下雪里虹 然後呢 稍微 它只要一滾動了 還有就是 它會變成一種深綠的狀態 然後我們就可以 趕快把它拿起來 那汆燙雪里虹 只要它滾了 好 我們就盡快把它撈起來 深綠的狀態下 然後把它撈起來之後 然後把它敞開 剛剛主廚還要分享說 你在讓它滾的時候 不要蓋蓋子 以為這樣悶得比較快 結果悶到變黃 所以不要用蓋蓋子 是的 接下來呢 我們先什麼 先把這個鍋一樣 是熱鍋 然後再鋪上我們的油 我們這一道 雪里虹呢 它是比較吃油的 所以要去注意到就是說 油量 油量 然後呢 先下我們的辣椒 辣椒呢 就是要慢慢的把它 把它煸 把它味 你可以感覺到說 一樣 它會變成一個金黃色的狀態 然後也是會有香氣上來 它會有一個辣辣的味道 能夠吃辣的人 當然我們的辣椒就可以加多一點 嗯 香氣出來了 我們的雪里虹就可以下了 有有有 好這個 一樣把我們的雪里虹鋪鋪開 這樣子均勻的炒勻之後呢 它也比較容易跟我們的食材呢 融合在一起 嗯 在這個拌勻的過程當中 也是會有一個雪里虹 它特有的一個香氣出來 就是把它拌勻 跟油 跟辣椒 先拌勻 接下來就是下我們的豆包了 豆包 也是一樣 注意它的什麼 它的翻炒 讓它平均的 分布在我們這個平底鍋 接下來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我們的 這個 就是剛剛汆燙的湯汁 對 可以在我們這個 風調的過程當中呢 鋪水的過程 鋪上去 原汁原味 原湯化原液 你可以把它 多加一點 鋪這道湯汁呢 就是大家喜歡 有一點水嫩嫩的 豆包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多鋪一點水 哇那大薯我們要炒到什麼程度 才覺得是OK 炒到我們的豆包呢 你可以感覺到說它的吸收那個湯汁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很飽滿的狀態 其實這已經是什麼 好了 有個特殊的香氣起來之後呢 也就是我們的調味料 加點鹽 再加點胡椒 胡椒 辣椒跟胡椒 它都能夠提振它 提味跟那個通緝 看我們自己喜歡 什麼樣的辛辣 我們自己著量加減 調味料不再多 而是在於說 我們什麼樣最好的時機把它下下去 這個香油呢 也就是什麼 非常好的時機在要起鍋之前 再多增加一點香味 對 好 這個再把它 沾那麼遠都聞到 拌勻 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 今天非常願意的選菜豆包 好 哇 都聞到雪菜豆包的香味 趕快試吃時間 試吃時間 咱們不多說 大家都知道我們雪菜 蓋質還是我們葉菜類最高的 多吃雪菜 多補蓋 非常的清爽 對 而且很有層次 還有點辣椒跟胡椒的香氣 好吃 大家也要試試看喔 功夫輸出到你家 在家就能做出好菜色 所以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美門官方頻道 訂閱按讚開啟你的小鈴鐺 謝謝 下次見